二期水到灌溉的時間 不過在花蓮玉裡的盧曼潭 水閘門卻遭人在半夜蓄意打開 原來滿水位的潭水 全部都流光見底 讓附近春日跟德武 兩個部落無水可灌溉水田 部落民眾氣壞了 早點他們就曾經為了搶水源爭吵 糾紛不斷 而現在該如何解決缺水難題 希望水利署可以幫幫忙 跟預計在稻田內來回施肥 現在是花蓮縣玉裡鎮二期水道的灌溉時期 但近期因為蓄水潭的水被蓄意破壞 打開滿水位的潭水通通流光見底 你有鑰匙你也開不起來啊 你還有那個工具啊 苦惱的研究水閘門 盧曼潭的水平白無故消失 讓兩個部落的農民相當困擾 沒水灌溉稻田 老農夫只好在建底的潭底撒亡捕魚 盧曼潭原來滿水位 可以灌溉60公頃的稻田 提供春日德烏兩個部落灌溉 過去這場因為水源分配 造成兩部落衝突 現在又碰上潭水通通流光 讓農民相當無奈 為了灌溉水曾經動刀動槍讓兩部落感情決裂 這次希望水利署能夠幫幫他們想辦法讓大家能夠渡過這段最舒適的一段最舒適的水 需要用水的灌溉期益 華熊文章一軍 林志淳 廖子宣 花臉報導